我先跟大家自我介紹一下 您可以用剛剛那個關鍵字素文老師 您就可以找到 我的資料 這老師上課還要 還要給人家肉搜一下也是 好那你會找到很多我的資料 那首先當然主要就是 您剛剛所看到我的這個部落格的部分 部落格部分上面我會分享 蠻多資訊的 包括軟體也好 一些概念 那 另外呢 您如果 想要看我教學 看我剛剛提到教學的部分 我有經營兩個YouTube頻道 因為學校的 學校的是一個 那像這種就是對外公開研習的是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 那 我公開研習的比如說我在這邊 像這個是 禮拜 這禮拜天 在創客基地的 也是我們是玩這樣的東西 就虛擬聖門 所以點進去 您可以看到我在右手邊這裡 我會像這樣把 這個影片像這樣分段落 標題把它下好 那麼因為就符合我們摩克斯的精神嘛 他就點著點著看過的 這樣我知道了 所以 超過15分鐘他可能就直接叉叉啦 對不對 超過10分鐘他就有點不耐煩 所以我們現在影片就是要短 然後主題要清楚 所以 他如果哪邊不了解的 他就重新再點下去 不管他有沒有來參加這個課程 那這樣他要找資料是相對比較簡單 就不會浪費那麼多時間 所以現在這個是 我平常錄製的方式 你看他也是 我都會幫 上課的地點我都會準備一個 3D的背景 就像我們這邊一樣 我比較尊重大家嘛 我是真的是來台大 其實這個軟體是免費的 所以我們 其實蠻好玩的 現在有很多免費的軟體就可以做得到 那這個是就是教學頻道的部分 如果你想要看一些簡報 那些你也可以看看 另外我這邊有就是 把我比較多系列的文章 我把它整理起來 把它整理起來 因為我現在寫文章大部分都是一系列一系列的 所以如果您 剛好 有興趣的 也可以稍微參考一下 因為像 像我自己在學校裡面的 平常的課程 我現在其實很多學校都鼓勵老師要怎麼樣 上課要錄影 上課要錄影 所以像我在學校的課程的話 也會像這樣子 就是 從 第一堂 第二堂 第三堂 第四堂上什麼內容 就會 很詳細的像這樣把它記錄下來 哪一堂上什麼內容 上什麼內容 同學回去自己看 所以現在同學都不會找我 都不會找本尊 只會找分身 因為他沒來他也是要去哪裡看 就不用找我 所以 所以現在會比較閒一點 OK 簡單稍微介紹 有興趣的